持续来关心云林县水林乡 有一名幼儿园林姓老师 上个月27号 在这三个儿子外出发生了车祸 长子次子伤重不治 小儿子又前毕业截肢 自己连也受伤了 而更让人感到心疼的是 他去年刚刚丧夫 以不到三万块钱的薪水 要养三个孩子以及年外的婆婆 现在又遭逢不幸 事情发生之后 各界也有捐款涌入 而林老师是在 儿子头七的这一天首度露面 感谢大家的帮忙 他说善款已经足够了 希望各界把钱留给更需要的人 在两个儿子头七这天 林老师首度露面 一看到县长张丽善 他紧绷好久的情绪 忍不住溃提 哭完后 林老师坚强地擦干眼泪 因为他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 得陪小儿子一起治疗 做妈妈的要比他坚强 不能垮 弟弟的手臂目前会比较严重 需要经过很多次的 情创手术 未来的路还很长 所以林乡幼儿园林老师 上个月27号 载着三个儿子外出不幸发生车祸 伤子刺子 伤重不治 小儿子又前臂截肢 自己脸部也受伤 更让人心疼的是 林老师去年10月才丧夫 丈夫因脑流在睡梦中猝事 他独自拉把就读国二 国一小四的三个儿子 还要照顾年迈婆婆 月薪却只有微薄的两万八千元 车祸对这个家来说 无疑雪上加霜 悲伤的消息传出后 引起各界慷慨解囊 深深地感谢社会大众 对我的关怀与支持 让我有继续努力走下去的勇气 而和林老师发生车祸的 黄性驾驶 检察官复讯后预知五万元交保 车祸后短短五天 捐款超过两千两百万元 林老师很感谢大家帮忙 但她说善款已经足够 还有比她更需要帮助的人 之后也会当志工 把社会给她的这份爱 延续下去 记者郭静益运林报道